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HK01今天就有一篇報導放風 說大陸反制BNO的措施 來到現在這一刻 似乎就到此為止 他們這篇報導就宣稱 是引述了至少三名 掌握北京脈搏的政界人士的意見 所以我相信這篇報導也蠻準確的 事實上HK01在過去這段時間裏 他們所放出來的方聲 大部分都是很準的 所以這篇文章就一定有參考價值 當然我每次引述這家HK01的消息的時候 總有網友留言 為什麼你要看HK01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背景嗎 其實我就是所有媒體都不會抗拒 包括美國的主流媒體也好 包括HK01也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知道更全面更廣泛的訊息 我才能夠做得到這個評論 如果不是的時候 豈不是變成坐井觀天 所以大家看不看 你各自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在於我來說 一定是要什麼都看 你什麼都看的時候才能夠吸納到更多的消息 最多看完的時候 就自行作出一個判斷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說回HK01的報導 他們說 根據多個接近北京的消息渠道指出 短期內 中方都不會就英國的 BNO5加1計劃 再有大動作的反制措施 其中一位的消息人士就說 北京是聰明的 純粹就不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 既是展露了反制英國的立場 在國際上就沒有示弱 也都不需要在香港引發巨大震盪 這個消息人士所說的說法 正正就是跟我們在過去這個禮拜的節目 所作出的判斷是一模一樣的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印象的 我曾經說過 說大陸現在所採取的反制措施 它無非就是要朝著一個方向 就是盡量不要引起香港社會有巨大的動盪 這個判斷在過去這個禮拜 我想都有說過兩三次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就很無實 不需要托大 這個消息人士還說 取消部分香港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 是很大件事 而北京評估過 即使有二三十萬香港人離開香港 移民去英國 都沒什麼大不了 所以就認為暫時無需要制出個殺獎 除非 英國未來有更強烈的挑釁舉動 否則反制BNO 預料就是到此為止 這個消息人士就說大陸估計會有二三十萬香港人移民 其實英國內政部 他們所估算的數字大概都是差不多 他們都是說三十多萬人 當然三十多萬人來說 對於香港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起碼就留走了一定數量的人才 和資金 但是為什麼大陸 他說會暫時到此為止 其實就因為牽涉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要處理雙重國籍 如果大陸繼續是要推出一些反制BNO的措施 到最後難免都是要觸及到這個議題 一觸及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會構成了兩方面的影響 第一就是會波及那些 原本他就已經擁有著雙重國籍的人 這批人在香港大概 根據一些估算就是有幾十萬人 包括至少有三十萬人 就是加席回流的 有些就是 當年經過這個居英權計劃 拿得到這個BC英國公民護照的 有些本身是有美籍有綠卡的 實在太多這些人在香港 你一要解決雙重國籍的時候 你就會波及到這班人 這班人在很大程度上 其實就是在社會裏頭的一些 精英階層 一些既得利益者 老實說 一般的基層市民 他會不會有機會擁有雙重國籍 都不會完全沒有 但是在比例上來說 一定就是中產以上的人士 擁有雙重國籍的機會 是比較大的 這個是我想不爭的事實 因為一般的基層市民 他無厘頭 怎會可以取得到 第二個國籍 是不是 一定是有那麼多的資產 或者有那麼多的 學歷 你能夠通過技術移民 投資移民 你才能取得到 第二個國籍 所以 如果一旦真的 再移動到雙重國籍 就會移動到那班人 尤其是 那班達官貴人 那班社會員達 那班就很 濕製 如果你再搞下去的時候 另一個層面就是 有班人 其實就是上邊下來 然後拿了特區護照 孟晚舟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或者那些所謂港票人士 如果現在說要處理雙重國籍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會等同於封了這班人的後路 即是那班人未來就算他拿到外國護照的時候 都有可能要放棄特區護照和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所以 可能衡量過之後 大陸就覺得 不要搞那麼多字 現在 當然有些人就很活躍 其中一個就是葉劉淑儀 我們稍後說 當然按照目前已知的消息 大陸的反制措施似乎都是 到此為止 當然到了六年之後 即是說當那個5加1都已經完成了年期了 開始有香港人入籍英國的時候 他會不會再有一些反制措施呢 這個很難說一定不會 但是這個都很遙遠 是六年之後的事 不過我就相信 在這段時間裡面 建制派針對移民人士的冷嘲熱風就不會少了 因為在過去這個星期都似乎是空群而出 而且 在拿回MPF方面 我相信都繼續是有阻滯的 只不過會不會說出不了警 看怕都不會 不過就是沒有的 有些KOL很喜歡托大來講 因為他不托大來講 他吸引不了觀眾 就好像我們這樣 冒實 其實就很愚蠢 很簡單 有些KOL早幾天還說 你要走就是1月31日之前好走 事實上 來到現在 2月1日 2月2日 仍然是有很多人 他拿著純粹一本的BNO 拿著香港的身份證 就已經是出得到警了 根本上他就不需要在申請特區護照住 在現在這個時刻也是 當然之後怎樣呢 就是之後的事 但起碼就不需要 不斷地恐嚇香港人 散佈這些恐懼 我覺得很無謂 大家也不要誤信蠶言 使自己的生活 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恐懼的情緒支配 其實都很愚蠢 還有就是會影響了自己的判斷力 好了 跟著就講一下這個新聞黨主席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他今天 接受這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說有大約7000人 就透過LOTR 已經是入境了英國 葉劉就說 這派人本身就不符合英國的指定要求 他又估計這派人當中 不少就曾經參加過香港的騷亂活動 就說這幫人是沒有技術和學歷的 也都不像 自小在英國接受教育的人 容易融入當地的社會 而且葉劉還說 英國是當你們爛民而已 其實他說這番話 無非就是唱衰這個 BNO5加1 唱衰這個LOTR 我就不知道葉劉憑什麼 野手去估計 說用LOTR入境的香港人 有不少就參加過香港的所謂騷亂活動 隨時可能有些是沒有參與過示威的 有些是一家大小去的 有老有亂的 難道那些全家一起去示威嗎 另外他又說人家沒有技術和學歷 你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有統計 又說人家很難融入英國社會 實情一個人容不融入英國的社會 就好看他本身自己的心態 如果他整天蹲在唐人街那裏 那當然 就算被他蹲一輩子 他都不會融入得到 但是如果他都是放開自己的胸襟 基本上都沒有說融入不了 對不對 然後又說英國 就當這班人是難民 看怕不是這樣 除了說拿不到 社會福利金之外 其他的權利就跟一般的公民都相差無幾 所以葉劉這些無非就是要 所謂discourage 就是 暢淡這個移民 葉劉還說到一件事就是很政治不正確 他就說 大陸政府和特區政府 不再承認BNO護照作為旅遊證件和身份證明 就只是象徵式的姿態 沒有實質的作用 他說除非英國再有其他行動 或者有大批港人移居到當地 中國才會考慮作出進一步的應對措施 他還說 移居英國的港人 在入籍英國之後 就有機會喪失在香港參選或者是投票的權利 我就不知為什麼他經常煞有介事地說這個所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其實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沒什麼幾多個香港人稀罕的 人家喜歡選你就選飽 現在的立法會 你霸佔他也無所謂 現在的立法會 已經是沒有什麼人關注的了 你喜歡做就做到夠了 不喜歡的別資經黨做也行 你喜歡自己做也行 不需要經常搬這件事出來 說到好像是很貴重的 你選不選就怎樣 有幾多人會因為你這個所謂 參選權 或者是投票權而留下 最好笑的就是你葉劉竟然是批評大陸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反制措施 只是像精式的姿態 沒有實質的作用 為什麼你要這麼心急來反制BNO人士呢 我真的不明白 難道那些人跟你是有仇的 是不是 沒理由 其他建制派都沒有你這麼積極的 你不停日說夜說 現在還好意思說大陸或者特區政府不夠強硬 他沒有直接這麼說但是都暗示了這個意思出來 為什麼要做到這樣 為什麼要皇帝不急太監急 其實很多建制派都沒有這個葉劉這麼積極的 所說的東西 他就經常都想提出一些很嚴厲的反制措施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最多你進一步的反制 就正如譚耀宗所說 就是到其實那些五加一簽證 去到第六年入籍英國之後 你才是註銷他的特區護照 永久居留權 中國籍也是這樣的 你最盡都是這樣 暫時要講已知的消息也是這樣 甚至乎你葉劉自己也是這樣提倡 你還想搞什麼呢 是不是還想解決那個雙重國籍 一會兒又說不讓BNO持有人去做 這個公職人員 是不是還想搞這些東西呢 大陸都不想引起那麼大的動盪 但是葉劉就不是的 好像一往無前那樣 總之就一定要把那個反制措施進行到底 你有什麼好處呢 你是不是博表現呢 還是怎樣 我真是不理解了 就算有些建制派整天就說 六年之後怎樣來反制也好 其實HK01那篇報導 所引述的消息人士 那個意見都很值得大家來思考 他就說 劃線 規定了某一個日期之後 凡親申請外國國籍的人都喪失中國國籍 在現實上是難以操作的 因為特區政府是沒辦法掌握到有關的申請數據和資料 只是靠個人主動來申報的話 也都很難去追查 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就算你說 回到香港之後 被人發現得到 你是有一本BC英國公民護照 就是入籍英國之後 他憑什麼判斷得到 你那本護照是經BNO5加1簽證拿回來的 他怎樣能夠排除得到你那本護照 不是通過技術移民 醫親移民 或者是 投資移民等等 其他的方法拿回來的 其實那本護照上面是沒有適應的 他不會寫著說 你這本護照是5加1的簽證拿回來的 是不會有這些資料在 所以其實就判斷不了 當然如果他要一刀切 全部都說要喪失中國國籍 要完全解決雙重國籍的時候 正如我在這一節的開頭所說 所引來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